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大家关心的资源机或者全音机的问题越来越多了 网上很多大V其实也有讲解啊 所谓的资源机全音机 我感觉他们讲了很多 讲的都不够具体 所谓的资源机或者全音机 说白了 他们其实都差不多的 那有很多人叫BS机 发心机 黑解机 1978G 这些机器很多人在买的时候梦了 真的不知道怎么去选择 那我今天呢慢慢的跟大家讲解 好好的给大家梳理清楚好不好 那什么叫BS机 那BS机就是一个公司 它跟苹果公司是互相关联的 也就是说BS公司是由苹果公司授权 给它作为爱手渠道销售的 懂我的意思吗 我直接这么说吧 BS公司跟苹果公司 它们是一个活动的关系 那有一部分人叫这种机器叫黑机 因为它在官网查不到 官网在宝 所以叫做黑机 那很多人还会叫做1978G 1978也就是你在官网查询到的是1978 1978的话 很多人就把这个名称说出来 就叫做1978G 其实它跟黑机是一样的一个意思 是吧 那接下来呢 我来展开一下渠道 它这些机型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来源 我这里呢 以美版机做一个参考 大家都知道在国外有所谓的14天机兔换户户 也就是类似国内的七天无理由 类似差不多啊 你在国外买的是享受14天的 那14天你买了这台机器发现不喜欢 但是它机活了啊 然后想退想换 那这种机器的话 流到他们市场里面是不能当全新卖的 那紧急活的这些机器 他总不能当全新卖吧 所以说他就当14天机 给我们这边 香港回收回来 那香港这边回收回来 到了我们这边深圳的话 它就是一个BS机 因为它已经抹掉了官网所谓的保修 这种机器提示质量是没有问题的 品质售后也是用苹果BS公司拿来做质检的 一般它的话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呢 第二个主要也就是所谓的很多公司 给苹果公司做供应链的吧 比如说相机啊 比如说电池啊 比如外口啊 它这个机器停产之后呢 它这个公司里面肯定有生产多的 比如说一些零配件啊 那这些零配件的话 苹果公司它总不能不管吧 所以说苹果公司讲这些零配件回收回来 但它这个机器零厂了 就不能当全新销售 也就是说把这些零配件打包给BS公司 由BS公司组装出来 给市面上当爱手机销售 这个大家能理解吧 所以说市面上BS机 像这种机器是不享受 苹果官网代保的 但是呢 它的配件也是原装的 你们在官网查的话 它也是正常的 查询 也可以查得到 但是呢 它不享受官网代保 大家能理解我的意思吗 那全新机我跟大家讲清楚吧 也是PS公司生产出来的 像对于来说 他们会经过严重筛选 一般都是充电零次 未激活的 他们会抹掉数据 也就是说全新机 这台机器其实跟PS机器 它的性质是一样的 全新机是未激活的 一旦你激活了 你再卖的话 它查询的也是1978机活的 当然目前来说全银机的话 在全国实现了很多供应链 也就是说很多公司加盟他们 BS公司 然后对售后服务全国联邦 其实也有一定的相当的支持 那这种机器对比全新国行的 或者美版的到底能便宜多少呢 一般也就是便宜到达到3000块钱 这个呢根据颜色内存大小来区分 好了 对于这两款机型 到底要怎么去选呢 全银机跟资源机呢 我个人感觉都是差不多的 啊 没有什么可谓的要哪里去选 不知道你们手上有没有卖全银机 或者资源机啊 你们可以写在评定书 我个人感觉啊 买回来其实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如果这个视频给你选择有帮助的话 点赞关注 选机路上不纠结